嗨,大家好,我是Bonnie 今天我们想做一个小小的突破 就是我们想自己做一件小家具 就是这一块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现在已经空出来了 之前是放的这个小边柜 因为尺寸上感觉有点不太合适吧 所以我们就想了一下 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是比较好的 就从尺寸上各个方面 然后我们就想了 既然这块也靠着窗 就像春天的时候 这里外面风景也还挺好看的 我们就想做一个bench 就是刚刚好镶嵌进去的 然后也是显得比较cozy 然后底下刚好也可以处一些杂物 什么之类的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吧 逛逛 这种池子 对,这种 切东西用的 你看它这里 你拿一下就 它这个地方是可以挂住那个木头吧 然后呢 这样子你就切的一定是直角 这一根据挂头 没看到吗 嗯,八块一毛 五对就是这个 这个 用来做 做那个垫的 底下的板 腿也是用这个 腿就是切成这个样子 腿这么粗的腿吗 对啊 那就是全部拿这种 对,全部是这种 一共要十 那底根啊 我看一下 不能看到我的肌肉 还躺起来 太丑了是吗 太丑了 十一根 算的是十根 但是可能要十一根 以防万一 所以我变问 我们是做两米一的 两米一的半斤 用这种 然后这里就一切 准备 首先呢我们要挑出四根最平的那个木头来做这个bench的面 因为这是之后你是要用来做的那个部分嘛 如果是弯的话 你后面可能要花更多工夫去调整它的平布平啊 而且会影响美观 所以我们就在最开始这一步呢 就减少我们后面的一些多余的工作吧 然后今天呢我们需要用到的工具基本上就是这几样 首先是圆锯 这个呢max当时买的是大概打完遮以后是60多吧 然后就还挺便宜 还不送一个刀片 但是电池是需要自己另外再买 然后还有就是电钻是需要的 然后还有这个直胶尺 是我们昨天刚买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的工具 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嘛 所以就尽量用最简单的工具去完成今天这个东西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的尝试 所以也都是在慢慢摸索的状态 现在呢我们就是要先量一下这个尺寸 然后做好标记 方便待会儿锯的时候能够是平整的 哦 现在所有尺寸就料好了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给锯掉了 这个book送比较难 我其实也就是第二次用这个电锯 然后我帮你刚才试了一下 也的确有点重 我们其实说实在不太建议女生用这个电锯 或者说最好是有专业的人士 交过以后用这个电锯 所以这一次锯木头的事就全部交给我了 然后最好戴上这个 我们没有那个保护眼镜 所以这个有飞沫会进到眼睛里 所以我就带了一个防疫的面具 这样子能看到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做这个bench的腿 然后bench的腿我们是打算做每根是48厘米后 因为我们之后要把它叠起来嘛 就这样让它更稳固 然后把之前的四根那个面也可以连接在一起 然后待会呢就是我来负责量尺寸 然后max来负责切这些木头 然后再来负责量尺寸 我来负责量尺寸 然后再来负责量尺寸 好嗎? 好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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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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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